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日本除了摩登現代的建築以外 也有許多代表日本歷史風格的區域 比方說京都的二年三年版 小京都之稱的金澤日葛茶屋 小江湖之稱的川越 日本遺產炳之譜 夏亭風格濃厚的朝鴨 或是各地百年千年以上的溫泉街 這些地方好拍照、好散步 也藏有好吃的東西 更有特色的旅館 鮑勃這次就來介紹這些區域給大家 足利是充滿著歷史風情 有小京都之稱 將近千年的古蹟宗阿寺 日本最古老的學校足利學校 在知己神社看個彩色的鳥居求個良緣後 在朝鴨日本為了蕎麥麵店吃個中餐 這裡可以當成欣賞紫藤花錢的散步景點 足利市位於利牧縣 人口大概16萬人 是日本活躍於平安時代到獅丁時代 軍事貴族足利市的發祥地 足利幕府也是日本史上的第二個幕府政權 也因為如此 整個城市也深受到足利家族的影響 大部分的大景點都會在車站附近走路可到的範圍 我們就帶大家在這裡走走吧 我們先前往足利學校 足利學校可以說是日本最古老的學校 創建的時間大概是士丁時代的中期 也就是15世紀左右 關東管理上山現實上任之後 開始整修學校、全贈書籍、招聘校長等等 這裡在16世紀初期 學生人數達到3000人左右 西班牙籍天主教傳教士方濟沙烏略 也向海外介紹這是日本最大的大學 而境內也有很多珍貴的文化財 比方說進入校舍時可以看到 1668年建立的學校門 同一年1668年建立的孔廟 重建過的方丈跟書院 讓人體驗士丁和江戶時代的學生 在怎麼樣的環境讀書學習的 由於這裡的歷史意義十分重要 竹立學校也被列為日本遺產 竟是日本教育遺產群的一部分 離開學校走個5分鐘左右 我們來到了宗阿寺 這裡真而讓歷史迷鮑勃打開眼界 宗阿寺為竹立宗家二代當主 竹立義堅 於1996年在宅地內建立持佛堂 然後第三代竹立義士 在此建立了各種不同的建築物 這裡可以說是祈求竹立義家 繁榮以及幸福的寺廟 十分具有歷史價值 寺廟的文化才非常多 比方說西元1299年建立 採用當時中國寺廟最新建築技術的本堂 在這裡屹立不搖地佔了七百多年 八百多年歷史的鐘樓 以及四五百年以上的建築 也讓這裡被指定為國家的歷史古蹟 往下走十分鐘左右 我們來到竹立之姬神社 這裡是竹立祈求姻緣 以及振興產業的知名神社 珠紅色的宮殿跟後方的綠樹 互相稱印非常美 大家也可以圓條竹立室 以及整個關東平原的景色 另一個特色是七種不同顏色的鳥居 每一種顏色都可以讓你實現不同類型的願望 在離開這裡之前 寶寶推薦一家神社內的蕎麥麵 蕎油安 在Google和塔貝勒哥都有不錯的分數 週末的時候可能會有點人潮 要注意一下 蕎麥的種類非常多 不同的季節也都有不同的口味 麵是用江戶前的製作方式 吃起來非常的滑順 還可以點一些小菜配蕎麥麵吃 店的內觀也非常懷舊 搭配室外的樹葉跟景色 讓食物吃起來更香 以上就是東京附近適合一日遊的行程 希望看完這部片 可以讓你來東京自由行的行程更豐富多元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挖寶 以及加入會員 讓我們有更多的經費 拍攝更多優質的影片 如果想多多了解豹補跟吾恩的話 也可以like跟follow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和不可不可不可以